话说很多年前有一天 一个地球女愤青向宇宙扔出一个漂流瓶 人类的杀身之祸由此开始 三体型距离地球4.3光年 那里居然有三个太阳 它们会在引力的作用下疯狂翻滚 所以一会儿暗无天日 一会儿三日凌空 日子过得很不靠谱 但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三体人在恶劣的环境中自强不息 发展出了远超人类的科技水平 一听说还有地球这种世外桃源 就赶紧组织旅行团杀过来了 但这一路要走400年 人类社会有了充分的时间自乱阵脚 有带路党有跑跑流 有死战派一顿窝里斗 最终导致了黑暗的大低谷时期 在这之后人类痛定思痛触底反弹 科技突飞猛进自行重新爆棚 若干年之后发展出一支威武的星际舰队 硬气的迎击三体旅行转 本以为会有一场星球大战 结果没想到三体人只派出一颗朦朦的小水滴 一顿横冲直撞就把人类舰队干解体了 原来双方的科技水平还是根本不在一个层级上 对于人类当前拥有的物质而言 这个小水滴太硬了 根本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星际舰队被铁头水滴团灭之后 人类大势已去 只有几艘战舰逃了出去 就在此时 一个颓废的社会学教授误出了门道 他说虽然我们干不掉你们 但有人能干掉你们 只需要把三体星系的坐标广播给全宇宙 那你们就暴露了 根据黑暗三菱法则 很快就会有高级生物往三体星系放一枪 那么大家一起格屁 三体人一听说地球已经有人悟出了黑暗森林法则 那立刻就跪了 让舰队改换航道 稳住人类情绪 从此教授手持定时炸弹成为了决定两个星球生死的直舰人 人类社会迎来了久违的暗宁 很多年过去了 教授要退休了 于是将遥控器传给接班人 一个阳光小美女 可是小美女气场不够 被三体人重新夺回主动 毁掉了所有信号发射器 三体舰队又要来了 这回可不太妙 新一届带路党死灰复燃 按照三体人的命令 把全球几十亿人都逼入的澳大利亚 与袋鼠和考拉挤成一团 并且被切断所有食物 地球已成人间地狱 不过三体人还并不知道 在遥远的外太空中还有两艘人类战舰 一艘是水地战役前逃出去的 一艘是后来去追他们的 他们一看着主基地被占了 依然履行了对家乡最后的义务 向宇宙广播了三体星系的坐标 不就是鱼死网破吗 还真当我们地球人好说话 果然没过几秒钟 三体星系就被一枚光丽彻底击爆 三体威胁不复存在 不过地球的坐标实际上也暴露了 被毁灭是迟早的事 三体舰队也就没有必要来地球了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人类能不能敢在被毁灭之前 找到应该方法 有人在研究光速飞船 有人在木星背后挖防空洞 也有人留在地球享受最后的岁月静航 等着等着 这一天终于来了 岩体纪元67年 一个高级文明的低级员工 发现了太阳系 哟 这里有点动静 于是向主管申请了一片 叫做二相伯的办公好材 往太阳系随手这么一丢 哇了个赛 整个太阳系都开始被二维化了 就是说胖乎乎的憨憨熊 就将被压成一片熊头饼干 残酷至极 所以岩体什么的根本就没用 连普通飞船也不行 只有光速飞船才能逃出降维打击 这时候人类的功臣老教授 把人类的罪人小美女 推上了全世界唯一一艘光速飞船 带着所有的希望 飞向了外太空 在那里 它将开启人类全新的文明